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应该说毫无疑问是令北京球迷失望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经历了三连败 这也是2019年开季以来我们这支球队经历的最低谷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切都要源于在12天前比埃拉的意外受伤 然后一串的连锁反应导致我们面对目前这么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但是困难肯定要解决 解决靠什么 今天咱们得说说 没错 那么到底靠什么来改变呢 也许现在国安队真的需要一位外援前锋了 那目前最近这几天的消息呢 都是指向了法国前锋本一的 到底他能不能够来 不管他能不能够来 其实现在国安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寻找一位体系型前锋 其实回顾国安的历史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 那么到底哪些体系型前锋 让您是印象深刻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然了改变目前如此一个困难的局面 可能靠某一个位置上的某一个调整 还未必足够 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河北华夏幸福 也就是我们下一个对手 他们在这个下窗引进了小摩托之后 再加上马尔康的复苏 可以说在周五的这场比赛 他们是来势汹汹 河北华夏幸福这一支有复苏迹象的球队 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 那么在本轮中超当中 不得不提的一个焦点人物 当属上海绿地生花队的高中风金信玉了 在这个下窗火速加盟之后 金信玉呢就像一架金色的轰炸机一样 帮助上海绿地生花队逐渐逃离了降级区 那么在这一轮连赛当中呢 金信玉又是上演了帽子戏法 到底他的表现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轮搞好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足球第百分 大陆啊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美志愿加更大果力啦 加更大果力 爆出更大欢喜 真是大果力啊 来评新升级的美志愿果力城吧 大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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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况看上去好像确实是可以让人用忧心忡忡来说的 那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在我介绍嘉宾的时候同时也给两位我们今天光烈博士的嘉宾带去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简单的简要的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目前在联赛里出现的两联败 我们先抛开足球杯不说在联赛里出现两联败 这是这个赛季开始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来介绍一下我们足球100分的足球评论顾问朱玉明 朱玉明你好 大家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 长庆你好 三位老师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么两位谁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长庆 您先来吧 我觉得两方面吧 我觉得一个是精神层面 还有一个是球队的这个专业层面 精神层面可能需要我觉得俱乐部领导 应该跟队员跟全队 我觉得做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给大家去减轻一些压力 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况 我觉得队员难免心理上会有各种想法 而且士气现在应该说也比较低落 我觉得这时候事实要给全队做个减压 让大家还是更多的把精力却放在未来的赛程上 对 然后从技术层面 其实现在真的挺难的 因为咱们的受制于人员 现在的打法没法去完全的实施 我觉得可能新鲜人员的到来 去激活全队 去增加一些新的化学反应 这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你可能现在在队内挖浅 去尝试一些新的战术组合 可能风险要小一些 对 同意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在精神层面 我非常同意朱老板所说的 因为我觉得从上半赛季 我们的半场冠军 包括我们的十连胜 开局十连胜 包括我们的十三胜两副 能够领先第二名两分 就说明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到那个时候 应该说我们应该是以稳定为主 但是突如其来的这种伤病也好 或者是连败也好 其实对于整个现在球队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其实坏事未必是是坏事 我希望就是说到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变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更正确的这种变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有希望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咱先不说赛翁的事 就今天晚上当这场雨停了之后 您是不是看见了彩虹 风雨过后 我们总能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至于这场风雨 我们如何让它过去 我相信办法正在 实施找当中 正在实施 正在实施 还不是寻找 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已经找到了 破解的一个方法 确实这也是魏老师今天一来 带给我们的一个像彩虹一样 让我们看到希望的一个消息吧 其实确实球队目前的一个状况 不仅对球队是一个考验 对球迷同样是一种考验 在球队目前很困难的时候 球迷们能不能够坚持对球队的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就像刚才两位嘉宾开篇聊到的一样 国安怎么样才能扭转颓势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 通过留言的方式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那其实呢 现在大方向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呢是火速引员 另外一个就是依靠现有的人员 来进行辨证 进行变化 在下半程扭转颓势 其实刚才我觉得朱老师 他可能更倾向于火速引员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 因为现有的呢 咱们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能看出来 你打了近乎一个很成功赛季的一个主体战术 其实遭到了一个破坏 因为你有这个人员的重点的一个伤势 那么你的中路进攻 其实占据了我们的几乎可以80%的进球 那么你现在被迫要去改变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我认为队员也表现出了一个不适应 说白了就是现有的人员 放在了一个高配的系统里面 那么肯定这个运转效率不好 那这个时候你要增加硬件的能力 你可能才能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 所以硬件就是我说的 那心源能不能成为这个合格的硬件 可是现在确实时间很紧 确实时间紧 我觉得大家应该统一一个认识 就是我们在7月17号 也就是第18轮打人和那场比赛之前 我们一切运转的都是良好的 那个时候我们排在积分榜第一位 而且是连战连结 刚刚迎来主场的一个三连胜 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 会在那个时候去考虑更换自己的核心球员 是吧 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事故 就是我们主观上没有出问题 但是我们客观上遇到了一个事故 就是比亚拉被撞了一下 结果导致他重伤 要伤停很久的时间 不能够进入到比赛当中 这一下子呢 是打乱了之前所有的这个赛季的部署 而且呢也破坏了 我们已经业意形成的进攻体系 那么面对这个事故 其实接下来我们在七天时间里出现了三连败 双线的三连败 恰恰是在这个事故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而在这三连败里面 那么炎热的天气全是客场 又出现了一系列伤病 其实这都是连锁反应 那好了 现在困难摆在这 肯定是要解决困难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从7月17号开始 俱乐部没有一分钟是停下来的 一直在全力以赴的去解决别拉受伤以后 我们该怎么办这件事 而且直到现在 这个努力也依然在继续 但不得不提 到现在这才12天 12天的时间是非常紧张 运作国际转会 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12天的时间是很难非常顺畅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事是持续到现在 也一直还在努力当中 而且呢不会放弃这个努力 不仅不会放弃努力 而且关于赛季联赛的目标 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我们依然是瞄准冠军 那另外呢 我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球队的阵容一定会有变化 一定会有新人的到来 贝老师已经提前揭晓答了 有点定心吧 就差这个人选呼之欲出了 对对对 那相信今天晚上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 反正关窗还有两天时间 什么时候下树 我们在树上先待两天 对吧 反正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了 咱们现在回到比赛 先回到比赛 一会儿我们再细说端详啊 那回到跟河南建业的这场比赛吧 比赛前一天下过一场大雨的郑州依然炎热 空气虽然并不憋闷 但却没有一点吹风 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天气 河南建业迎来了自己的第26个年头 对于河南球迷来说 一场击败同样底蕴身后球队的胜利 是庆祝25周年最好的礼物 对于施密特来说 这场比赛同样需要积分 续约商谈近在眼前 积分榜单吃力追赶 一周三连课场 球队的体能经受着很大考验 尤其足迹杯冲刺120分钟的王刚 看起来有些疲软 由于大宝在前一天裁场 腿部肌肉感觉不好 后防线由雷腾龙搭档金明栽 赛季初英商阔别中超许久的侯森 也首发登场 在前场缺少比埃拉张希哲的情况下 调成李可单起重任 和奥古斯托在前场进行穿插 创造机会 巴坎布继续保持回归后的不错状态 但仍然与进球擦肩而过 面对擅长防守反击 外援单兵能力不俗的河南建业 北京中和国安一直选择徐徐途支 然而却迟迟没能撕开河南建业的防线 第42分钟 河南建业的又一次反击 却率先打破了僵局 稳固防守依然是施密特的第一选择 下半场体能更为充沛的鱼洋替补登场 而河南建业显然希望能够再下一城 派上更具冲击力的巴索哥 放了八首歌以后呢 这个反击这一块呢 我们确实是没有打得特别出来 这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球的人传得不是特别好 第二他特别想表现 想给球队做贡献 国安下半场的主动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河南建业的反击 但作为河南建业防守进攻转换的节拍器 伊沃在比赛中的抢断和快速转换 给国安带来不小的麻烦 绝对堪称大腿 而为了加强中场拦截 巩固防守 施密特在60分钟就早早用完了三个替补名额 派上吕鹏替换朴城 同时换上张宇宁 希望能够凭借他的个人能力 增加进攻端的变化 而这样的换人 也确实让国安从场面和射门机会上 有了明显提升 下半场的话 我们也是继续压上压出来进攻 全力以赴 但是我想我们计划是足够多的 完全可以至少争取一个凭据 自比埃拉商庭之后 北京中和国安进攻端的表现 一直让人忧心 近三场比赛 无法取得进球 成为了国安的魔咒 我们比赛的战术 各项准备 各个传导的过程都是不错的 我们经常能够创造机会 而且还能够创造类似的机会 其实到现在为止 唯一欠缺的就是能够把球提过门线的人 最后十分钟 中和国安依然徘徊在建业的球门之外 十天四场比赛 加之足鞋杯加时 体能消耗的负面影响 在这场比赛最后阶段尤为明显 尽管国安队员们一直没有放弃 不断传导试图创造机会 但体能和传球精准度的下降 让国安很难扳回一城 最终国安只能0比1 不敌河南建业 遗憾地结束比赛 这六天第三场比赛 然后这个天气确实 就我是反正没提过这么热的比赛 所以是有点不舒服 我现在有点耳鸣了 不好意思 下一周的话回到北京 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失望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继续抬起头来 去准备后面的比赛 然后希望一场主场胜利 扫心现在的颓势 连战连败 这样的结果确实让我们的球迷 觉得难以接受 很扎心 所以在各种平台上 我们看到球迷们的留言当中 也是包含着很多的愤怒 失望的情绪 但是在其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理性的思考 今天呢 我们就挑选了两条 比较理性的留言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位叫做smart节的朋友 他说三连胜到三连败 十天 首先说体力是三连克 足鞋杯对山东 120分钟 当然排兵布阵 也是有疑问的 本周五对阵华夏 希望国安改变一下阵型 而且角球可不可以 让别人也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一个分析和建议 一会咱们单说角球 拎出来再单说 给他一个分析和解答 是吗 你要现在说也行 我先听那专业人士的意见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 教练有一个在一个 这个球队里边一个综合考虑 肯定基本上脚法最好的 去主罚这种定位球 但是我想说就是脚法虽然好 可能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不适合这个队啊 或者是我们需要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可以去找另外一名球员 去发一发 你看奥古斯托不在场上的时候 我们对山东的时候 是朴城发的角球 恰恰这个角球呢 可能还得分了 得分了 所以呢 其实不是说朴城发的有多好 或者是奥古斯托发的有多不好 就是我们有变化的时候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赛季除了巴坎布 在济南顶级那个角球 是一个角球直接得分 只剩下一个角球直接得分 对复利余大宝顶级那个 余大宝顶级那个是谁罚的呢 是扁拉罚 对 就是从前点好像是顶 对 就这两个角球直接得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一换人 可能对手就会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变化可能起到的作用 因为你有的时候球速啊 包括它的弧度啊 包括它的前点后点都会有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变化还能起到一定作用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迷的这个现言现策 还是有道理的 有价值 对 我们再来看 因为叫做宇宏的朋友啊 他说作为一名忠实球迷 现在就想说两句话 第一 再为今年拼尽最后一把力 确实是不管是作为球队 还是球迷而言 拼尽最后一把力来争取冠军 第二一点呢 是该事实为来年考虑了 因为跟上岗恒大相比 我们的短板还是很多的 想夺冠 要尽快补强 他的意见 其实和朱老师一样 倾向于赶紧来补强 但我不同意说 你跟恒大上岗比你的短板很多 有短板 但没到那么多 我可以说 这三支争冠球队 如果大家盘面齐整 拿一个11人的首发阵容 其实都非常接近 但是只不过就是你可能在主力人员赶上一个非常时机 受伤停赛 你可能会给你的成绩造成了一定的波动和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 大家有时候要提到的 人员伤病运气板凳 种种因素 才能最后造就你拿到联赛的冠军 单纯说首发是一人盘面 我觉得这仨队完全有一打 而且这个比赛场面是 谁把自己姿态放低 谁反而能赢得比赛 目前看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谁在强强对话当中 打得更保守更务实 最后往往就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对 那我们现在回到比赛当中 我们复盘这场对河南的比赛 就不能不提在周三 上周三在济南的那场酷热天气之下 进行的足球杯四分之一决赛 我跟张静都在现场 是深有感触 我们俩还没跑呢 就光在场边坐着 就已经受不了了 那么对那场比赛 朱一鸣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在之前那一期我就说了 可能我们当如果主控压制对手 现在看效率不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退回去 去打一些防守反击 那我觉得施比特这个辩阵 其实还是有针对性的 首先我排除了一个三中位 然后我立足于防守 前面去抓机会打反击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一方面去用三个中位 限制对方的中锋高点 另外一个呢 人员做一定的轮换 让主力队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 休息和调整 且打且看 我可以看看 如果我守住了 那我可能后面有在发力 如果前面大比分已经落后了 也许这个后面 我就不需要再去发力 但事实证明 这一套还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山东这个赛季 最害怕的是缩回去 他去阵地战进攻 因为他打很多弱队 丢分的时候 都是这么打的 他喜欢的是你出去 去压制对攻 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进攻特点 才能完全施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 证明施比特是动心思了 针对性很强 如果说最后 巴坦布那个进球 要是绝杀了 我认为这个战术用人 就是相当成功 但是就是运气差那么一点 当主管怎么说 我们把比分扳平之后 其实是有了更多的想法 所以才会打到120分钟 做了一个高消耗战 但是这个比赛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没有拿到一个想要的结果 但恰恰这个消耗 给三天之后 其实就隔了两天 到郑州 球队是从济南 直接去的郑州 给那场比赛 打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我们消耗太大 导致在郑州 我们在体能上是难以为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场在客场 跟河南建业的比赛的 技术统计 这个技术统计 我觉得从数据上 比较能说明问题 我们看跑动距离方面 比对手少 对 少了有4000米 4000米的一个距离 那么高强度跑方面 双方倒是差不多 国安甚至要多一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技术含量 还是努力的在保持 但是对等拼抢成功率 我们大概也就是 只是对手的一半 对吧 这个对等拼抢成功率 只是对手的一半 就是我们想拼 可能也拼不动 再加上河南那天 25周年庆 本来就三军用命 这都是原因了 射门15射6中把 但是没有进球 河南只有5射2中把 把心就进了一个球 对 效率上也确实不够高 这跟对手的退守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攻入35米区域 国安有接近70次 对手才有26次 传球就不用说了 国安肯定是更占优的一方 那么传中 我们这场的传中 大家要注意 我们有25次传中 但是 没有 几乎没有形成 特别有效的功能 对 因为对方五后卫 你现在看比赛场面 我不知道 那个常见人 为了而你们记得 咱们尝试过中路的直塞 塞不进去 一打就丢 然后马上对手 就可以从中路沿着 就去打反击 所以球更多的 要去从边路发展 那边路发展的问题 就是对手的边路 如果卡死的话 咱们也没有 能够获得很好的进攻机会 转化为脚球 刚才咱们已经谈到了 脚球的问题 转化率又比较低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 中路打不进去之后的 一个无奈之举 就现在你转移到边路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在阵地战中 咱们的内部进攻 随着没有比埃拉 没有西哲 几乎没有 对 其实内部进攻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变化 其实我想说 这25次传中 其实为什么 就转化率 现在这么低 就是因为我们的传中 这个方法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形成了一种什么 就不到底线 几乎不传中 而且就一到底线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 低平这种传中 要不然就是倒三角 这种传中 其实你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对手 其实应该 他防守的注意力 肯定是300%了 因为到他的核心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金泰岩上去的时候 之前两场 他就从边路 有着这种45度的传中 他不是下底 对 他不是下底 他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变化 不要说一味的是这种 全是低平球的传中 虽然可能是我们的前锋 不是这种高中锋这种类型 但是这种传中 还是能给对方在进军内 造成一定威胁的 关键是训练里得练到 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需要 我们现在的训练里 赶快修正 多一些方法 在训练里练出来的时候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 这场比赛 我们在体能上 确实吃了很大的亏 我们还有一组数据 可能大家能看得更明显 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双方几个重点球员的 高强度跑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看 这场比赛表现极为出色的 河南队的进攻核心一卧 他的高强度跑 12005米 这个数据太惊人了 高强度跑 同志们 其实咱们以为 他拿球会直接连线前锋 他有时候是拿球自己的突破 然后再更靠近球门的区域 再去连线前锋 对 国安高强度跑最多的 其实这个数据也很惊人 923米 这是由金太炎完成的 两个变位 对 他在王刚是823米 这个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杜长杰是右边一位 杜长杰是右边一位 他在这场比赛里 其实给国安队的防守 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奥古斯托这场比赛里的 高强度跑 其实他高强度跑 一直在队内是 有李磊赛的时候 可能李磊比他稍多一点 他一直名为第二 但是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托的这一项数据 只有436在队里 是名列第四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充分看得出来 他受到一点点腿部肌肉的影响 以及周中那场比赛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而且下半场改成三中卫 三四三之后 他就留在前场 他需要冲刺的距离减短了 这样的话数据也会受一点影响 其实我觉得最担心的是王刚 王刚要招这么提 一周三场 都是这样高频率的冲刺 他的身体符合度可太大了 对 而且他这种肌肉类型 就是爆发力比较强的这种 肌肉一旦疲劳 就太容易拉出 所以想他 就是在平常训练当中 一定得多加注意了 其实这场比赛 除了这个球员的体能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之外 球迷还发现了一件事 让他们觉得有一些意外 就是在这个首发名单当中 大家就看到了 里面没有邹德海 对吧 然后呢 也没有余大宝 所以大家就有疑问说 这两名球员到底是怎么了 他们有没有问题 那这样吧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目前啊 不光是他们俩了 队里真是伤了一大片 咱们来看 咱们的伤病 快能组成一个阵容了 咱们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比埃拉受伤 张希哲受伤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比埃拉的伤呢 大家都知道 需要休息很长的时间 他付出呢 我估计得到赛季尾声了 可能是十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 十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么 这个 侯永永 其实前一段时间 好多球迷问 为什么侯永永进不了名单 怎么报十七个人 都没有侯永永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他也是有伤 他踢不了比赛 所以没办法 但是据我所知 现在他的伤基本上好了 已经够比赛条件了 张希哲呢 在打人和那场比赛当中 是崴了 崴了以后呢 这个拐步的 一直有水肿的一个现象 一直没法踢比赛 在周五对华夏的比赛当中 有可能 但是这还得要对于评估 还得要对于评估 那么 江涛也是受伤 江涛的伤呢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理 而李磊 他的拉伤 我们也都知道 这也是一个四到六周的一个伤 那现在呢 距离他付出 我们可能还得再等待一段时间 至于陆叔刚才提到的 刚才我们这个 另外两个红十字 一个金鸣齋 一个余大宝 金鸣齋呢 是在打河南那场比赛里 出现了一个一次拉伤 但是后来我问了一下 是一次拉伤 还没构成拉伤 这个还好 但是打华夏是不是能出场 这个也要对于来决定 而余大宝的伤势呢 是在打华夏那场比赛的赛前 一次训练当中 感觉到肌肉的不适 他的这个 在周五的出场情况 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也就是打华夏 不一定能够上场 不一定 这要看对于评估 那至于邹德海 应该不是一个伤病的轮换 应该是一个教练组 技术上的一个调整 那这个可能球迷就更加放心了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两个边位 几乎没有太多的轮换余地了 对 特别像17年 当时史密特带的 那个洛沃库森 当时也是大面积的伤病 两个边后卫 也是伤病比较大 因为咱们这套体系里面 边后卫的 这个上下的能力 从次次数都应该是在全队 都是排在前列 所以队里一定要做好 我觉得可能赛后的恢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再伤的话 这个对咱们后面的比赛 真的就几乎快无人可用 对 所以打到这个时候 我们经历了非常魔鬼的三个客场 那个天气简直是太折磨了 好了我们不强调这些客观原因 我们还是从我们自己找一找原因 我们来看看在打河南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在攻守两端 其实值得我们去总结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这段视频 我们要看一看 奥斯托在这场比赛里 其实他在没有比埃拉的情况下 有一点鼓掌难鸣 这个鼓掌难鸣 其实是球队进攻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比赛里面 奥斯托的表现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其实在上一场出战山东之前 奥斯托已经感觉到自己腿上有一点不适 所以他上半场比赛并没有踢 那么这一场是首发出战 他的这个突破 面对三到四个人的包夹 虽说这个球对手是犯规了 当然这中路人员这么密集 对 选择的方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周定阳手上一直都有这个洗扰 他其实已经被过掉了 对 就是河南建业 这个球也是 一直在手上脚下都会有动作 但是奥斯托的这种突破 他就很难真正摆脱对手 如果没有这些动作的话 他过人应该是会轻松一些 但为什么这些动作出现裁判没吹 这场比赛主裁是个日本裁判 日本裁判可能在这连赛里 关于手上的这些动作 他识别能力不是特别强 他可能不是特别在意 可能因为我觉得国外的裁判 可能不是特愿意去终止比赛 这个习惯可能他能吹的 基本上可能就基本上不会说吹中段比赛 不像我们现在国内的比赛 动不动就给吹停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一点 我们在准备这场比赛的时候 已经知道是一名来自这连赛的日本裁判来执法 对于他的执法习惯 他对犯规的一种认知 我们有没有提前的一个准备 是不是会提醒我们的队员 可能在这场比赛里 我们会面对更多的身体洗澡 而裁判不会吹犯规 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的提法和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执法习惯的问题 这个裁判我还真没注意 他是第一次执交吗 他之前执交执法 原来反正我们在队里的时候 有时候有的教练就会 就是有这种习惯 就准备会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比赛的当天上午 有领队的联系会 就是联系会以后公布主裁判是谁 然后包括穿衣服的颜色什么的 好不好 而且主裁判也会告诉你 这场他会着重的去判罚什么样的尺度 他基本都会说 所以在准备会的时候 当时原来领队都会去提醒我们 重点研究是马宁的执法 对对 假如说您吹裁判 就是今天我可能手上的这种动作 可能吹的会更严 或者在禁区当中 可能脚球这种拉拽 我可能就直接点球 都会告诉我们 但是我就想 这场比赛可能典型意义比较强 一是日本裁判 二我们客场队河南 河南队一贯的踢法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对这一点 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 至少通过比赛 我们没有完全看 至少他比亚拉不在 比亚拉更喜欢带球 对呀 对方那手上动作 我估计那裁判要不吹 大家就会踢着踢着 就会上火 对呀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球到了其他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进攻发展的 其实不顺畅 这个不顺畅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 一起再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能够69次 打进35米区域 但是真正打到 可以射门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去止可数的 在很多这样的船接配合以后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好像是习惯性的 会去找奥古斯托 而我们一对一的时候 显得其他球员 在其他位置上缺乏信心 其实我觉得像王刚 朴城 巴坎布 巴坎布这一次是非常出色的 他们都具备这种 一对一过人的能力 其实都可以更多的去尝试 其实希望巴坎布 能多拿出这样的表现 这一次巴坎布 其实打的是非常出色 只不过对手二防一 他把两个人过了两遍之后 还是找不到射门的机会 这就没办法 咱们也累了 如果要保持一个体能充沛的话 其实能高速充上来 能形成第二进攻梯队 而在其他点的突破方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亮点来出现 其实张艺宁上场 还不错 他起到了一个中锋 压制对方后背线 包括串联的作用 对 而且张艺宁上场以后 就是他对射门和进攻 这种欲望非常强 在内部转身打门那一下 对 他连续 那个动作其实难度很大 确实我们出现了人员不整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大家团结一致 要鼓舞各自的信心 相互之间鼓舞信心的时候 就我们现在 在郑州派出的这一套阵容 在中超也应该是一支 顶级球队的阵容 对吧 肯定不是说 这个谁都赢不下来的阵容 这一点大家其实是要有自信 其实队员可能这时候要适应去改变一些思维习惯 因为我说了 这521连线确实在上个赛 在这个赛季初期是非常成功的 这两个人进了17个球 占了咱们全队进球数一半 而且所有的中路的主宰进攻都是由他们来完成的 对 那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有时候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靠近原则 我就把球交给你了 然后你两个外援来去组织 我们更多的是去跑无球的空档 那减少了你去思考 去场上怎么去传球 去组织进攻 我记得打足球杯的时候 有一个反击 当时吕鹏已经拿球 傲骨在他身后 他非要拿球 把脚磕给身后的傲骨 而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传给前面的前锋 这个时候就是可能队员 应该更多的时候要担责任 不要害怕船丢了 你要更多的 太依赖了 对 其实你要赢得进攻的空间和时间 就是更快的向前 那你要发现奥骨在哪 你要再转给他 三五米距离 其实全球根本起不到 牵引对方防线的作用 吸引对方 那可能队员 我觉得这一点 包括李可 持中国 这些都可以大胆一点 要更多的参与到进攻 对 去创造空间 创造机会 刚才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我们更多的 在中路进攻 那种渗透的受阻 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应该说 还有可喜的一点 我们不光在中路做尝试 我们也注意到了比赛宽度 那么在宽度方面 无论金太炎和王刚 都做了很好的 这个边路的拉扯 特别是王刚这一次 我觉得他应该重点表扬 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 打山东 打满120分钟 战河南 打满90分钟 从头至尾 往返冲刺 而且制造了很多的威胁 我们来看一看 边路的进攻 这些传中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这是奥古斯托 在边路 做了提强式配合之后 摆脱过人 然后短距离传了一脚球 但是后点没有人 巴坎布这刚好够不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 传到进去的以后 我们人是不是有包抄层次 对不对 我们训练里是不是练到了 这样的包抄 这个就抢的一握了一下 抢的非常好 反抢非常好 第二下 其实这船的线路点没问题 对 而且我们从刚才那个点看 也有前点 中点 后点 其实这可能是唯一一次 包抄比较全面 但其他的时候 我们传中的时候 就没这么丰富的点来包抄 这个为什么全面 就是因为这个球是我们 是个角球 对角球 阿雷其实他们这种包抄 都在前面 这是全场为数不多 能在内部给打穿了一次 对 然后到三角船中 形成了射门 太少了 这样的进攻 但是我们看 就是刚才是朴城的射门 你看朴城最起码 他这是进攻型的前卫 他最起码能包抄到进区里 其实他已经好几场都可以做到 包括这场 李可尔其实也更多的 就这个插到进区里 对 他选择了投球 就是他也意识到 要更多的要插到进区里 增加进攻人数 这个你不前插的话 你就很难在进区里 争到船中的点 对 那么球员现在往进区里的前插 像更多的 我觉得像是就是自由意识 就是我意识到 这个时候我得前插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 更多的组织和纪律 对 就必须前插 你需要有这个前插时机的把握 包括和队友之间的位置感 对 为什么咱们进区里包抄 有时候人少呢 有时候王子民或巴坎布 俩人有一人要跑出进区 去做侧应 那进区里其实少了一个前锋的 对 这个时候应该有更多的 中场队员要去插上 但是可能我觉得这场比赛 体能应该是一个 很关键的因素 就你能不能完成 中场队员的前插 你又能回撤到位 这个是对于中场队员来说 有很高的要求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明显的问题 咱们的进攻 还是在横向传递比较多 纵向 第一没有这样的传球人 失误容易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突破手 比埃拉在的时候 其实他的突破 他能牵制两到三名 一下打乱对方的防线 其他人会赢得进攻的空间 但是现在的战术体系里面 缺一个爆破手吧 咱们就这么说 这么一个有特点的区别 所以咱们会一直在传导 传导 再找空档 这就比较苦 比较累 我就说了 对 而且呢 我们在这场比赛里 更注重船中 我觉得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一呢 就是像刚才长庆说的 我们船中不一定非得到底线再传 二呢 就是我们的真正传起来的球 是不是有足够的质量 中路本来包抄点就少 如果传起来的球质量再不够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进攻的效率 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船中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国安队确实编路利用的还可以 这是王刚 非常出色的奔跑 我们的船中更多的是船这种低平 而且是平行线 对 尤其王刚这边啊 你看它基本上都是平行线 这个点太深了 你看下面上就这种船中 就是对手有四五个在进去的 而我们就非常少 你想穿越这四五个人 太难了 所以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教练要求 就是如果你打右边前卫的 从左路的船中 你必须要包抄到进去里 你一侧的边前卫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就是你平常训练一定要 对吧 养成这个意识 对你进攻的时候也一样 就是你一侧的边前卫一定要进来 就跟前两场 就是我们主场踢的好的时候 就是金太炎的这种助攻 朴城能进到小禁区线这块 来去征顶 他当时应该是属于右前卫 这个角色 这个船中王刚能占一半以上 船中次 对但是我们看只有巴坎布 其实在中间 然后一侧的前锋只能是这种回撤这个点 但是我们的后点确实是包抄的人不够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就是说战术上面我们要去修正的一个问题 对吧 而且对方确实进区里人比较密集 五后位本身一扎堆 再加上前卫一撤回来 进区里你要能寻找空间的 这个点的线路变化是比较少的了 那其实是要求你可能要增加一些 比方说你干脆能不能内切 其实王刚到后来最后十段 他是打到左边去了 对 那利用你的特点能不能增加内切 你编路要有一些变化 其实刚才脚球我就想说一句 就是如果你这个队里的固定的脚球手 罚得好的话是没必要变的 你看一卧罚的 在右边的时候 他就左脚直接往里转 他的球速质量有保证 到了左边还是他罚 但是罚战术脚球 一个队友跟他接应 然后他再去罚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无论是定位球还是传宗 你一定要增加点的变化 当你王刚切下去的时候 所有人在往门前撤的时候 你选择倒三角回来 打到禁区湖一带 那可能对于我们包抄队员来说 更容易形成打门的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教练 可以跟队员去多演练一些这些套路 这个问题我相信 教练组一定都能看得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 相对充裕的一个准备时间了 因为跟华夏的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有五天的时间来准备 这五天要把这些问题演练充分 虽然也挺紧迫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比隔两天要好得多 主要是调整 太累了 应该说赛前现在有五天的能准备 对于球队来说应该是奢侈了 确实刚才也是说到了寻找爆破点这个问题 对吧 也是拉回到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影员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球迷真的对于这个问题特别的在乎 有些球迷甚至都有点磨仑了 有些人跟我说他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看一下手机 万一官宣错过了 这就是大事了 而且甚至有球迷给我们留言 一位叫做高举大旗向前冲的朋友 他说周一不下树 安定医院住 周二不下树 ICU里住 周三不下树 点点点点 我掐指一算 今天应该是周一吧 那得是 就是在直播一百分 不知道您还好不好 刚才我们都说到了 我们都在树上其实 但是呢 就是像这位朋友 可能他在这个树上吧 抗压能力稍微弱那么一点点 所以就特别急迫的 希望能够早日下树 真的不知道哪天 我觉得呀 就是您着急 就是现在看电视的所有的您 可能都着急 我也着急 要不你看我的下部怎么又烂了 这真的是 魏老师的一个火火山 我称作火火山 什么时候上火了 标志性的是吧 不定期爆发一下 但一定有原因 他一定有原因 好事有可能也爆发 这不是 确实心情比较压抑 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 他确实就容易这样 我觉得我的心情 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刚才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 我说了 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个 始疗未及的特殊情况 然后特殊情况带来了 一系列的困难 但是大家要相信 俱乐部在使之不渝的 解决目前的困难 而且用最职业的方法 以最快的速度去解决 不过我们的操作空间 确实是非常小 操作时间确实非常紧 但任何困难 也不会阻碍俱乐部的赛季目标 就是我们要瞄准冠军 任何困难 也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 来解决 我再次强调 肯定有人来 肯定有变化 所以 这个 着急 也就着急这两天了 再等一下 再说一些待会儿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最起码为了说了 这是俱乐部拿出一种 坚决的一种态度 对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这个态度 其实关于是 A来还是B来 还是C来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种态度 就是我们 最起码 国安那句口号 永远争第一 这种态度 绝对不能丢 对 我们可能会成功 当然也可能会失败 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放弃自己既定的目标 这个我相信 我相信俱乐部一定会做到 也请球迷在这个时候 给俱乐部 给球队 给球员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好吧 那说到这个我们的影员 我觉得既然在我们 还没有具体答案的情况下 那不如让两位来探讨一下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球员 畅想一下 当然肯定我希望是前锋 但是这前锋 我觉得两种类型 一种是属于叫全能 就是我说的 你既能作为战术支点 又能得分 这个其实要求难度挺大的 但我其实个人是希望 比方说有个异象人员 曼珠基奇这样的 头顶脚踢 头球有能力 然后脚下也有 虽然你年龄有一点大 但是油纹可能还真有可能放 现在据说是要 可能把它推向转回市场 那这样的是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就比方说 你的前锋类型 就类似于阿兰那样的 速度 或高拉特那样的 你能够通过你的突破 去撕碎对方的防线 那么给其他的队友去制造机会 这两种类型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尽可能的 我觉得欧洲的可能好一点 是他的整体的战术素养 和我们更合拍 如果你要说找巴索哥这样的 咱们就说了 他有时候个人的东西多了一些 他更习惯在中下游球队 是把球交给他 让他个人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忽视队友的存在 所以整体性强的前锋 好贵 这都是他的缺点 不容易谈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可能是 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型 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刚转的 欧连杯西班牙人的那前锋 波尔哈一个来西亚斯 要能买过来他 我觉得跟什么比埃拉 我觉得能无缝衔接 大家风格都是西甲的 对 这样 长期性的答案 我一会再问 咱们先梳理一下历史 容易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更理性的 更有条理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很成功的体系型前锋 处于国安的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当我们回望国安历史 就会发现体系型的万元前锋 往往更容易获得成功 从最早的三感洋枪时代开始 安德雷斯的战术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身材高大的安德雷斯 在当时的国安进攻体系中 更多地承担进攻支点的责任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 刚波斯和卡西亚诺 才能在国安效力期间 奉献出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 三个火箱手名阵甲A 其中最低调的安德雷斯 却是这个组合成功的根基 2003年底 塞尔维亚前锋叶利奇加盟了北京国安 但在2004赛季的上半年 他并没有得到太多上场机会 直到科内赛离队 叶利奇才真正赢得了首发的机会 2005赛季 国安打造出陶伟 徐云龙 与叶利奇的三叉级组合 彻底激活了叶利奇 国安11号在整个赛季中打入21球 刷新了中国顶级联赛进球记录 这样一名与国安整体打法 丝丝入扣的前锋 自然是球队争取留下的目标 但在续约问题上 俱乐部与叶利奇没能达成共识 后者远走厦门蓝师 不负当年在国安的爆炸表现 而国安随后在外援引进上 也并非一帆风顺 这次分手对双方来说 都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而另一名身受国安球迷喜爱的 外援前锋乔尔 则是用自己在球场上的激情和活力 带给球队帮助 在澳大利亚 乔尔算不上国家队的常客 但在国安队 他的特点是国安重要的补充 当然乔尔火爆的脾气 也让球队遭遇了不少的困难 夺冠的2009赛季 乔尔累计停赛12场 但只要他能出场比赛 就能够用积极的奔跑和进球 帮助国安赢下比赛 该赛季他一共打进8球 是国安夺冠的重要功臣之一 租界起码后 乔尔正式加盟国安 继续为北京球迷 带来了更多的欢乐时光 前面提到的几位球员 都是球队的主力 而2011赛季短暂加盟的罗贝托 证明了国安这支球队 对体系型前锋的友好程度 在罗贝托加盟之初 没有人看好这名年龄偏大 速度也不出众的巴西前锋 能够在帕切克的高速战术中 发挥作用 但罗贝托良好的配合意识 让他能够做到和队友的心有灵犀 八场比赛四离进球 而且大部分还是在 替补登场的情况下完成 罗贝托在效力国安期间的高效表现 和他对国安发自内心的热爱 都让北京球迷 对这名迷人的巴西前锋 有着特殊的好感 融入国安体系 有利于外援前锋的发挥 自带体系的大师 则是对球队良好的提升 2013赛季职业生涯末期的卡努特 从西甲塞维利亚 加盟了北京国安 这位足球艺术大师的到来 大大提高了那个赛季 国安比赛的观赏性 他不但能够自己打入漂亮的进球 还能激活队友梳理全队的进攻 在卡大师传帮带的作用下 西哲也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大飞跃 难怪很多球迷都在惋惜 如果卡努特能够早两年来到国安 相信队内的大部分年轻球员 都能获得更大的进步 国安队内的国内球员也将更具竞争力 随后加盟的德阳和卡努特有相似的特点 都是能够支撑起球队的进攻体系 14年夏天 先后加盟国安队的德阳和爱尔顿费佐拉乌 这两位特点互补的风险搭档一拍即合 在足球精灵巴塔拉的指挥棒下 书写出华丽的进攻篇章 从下半城开始的七年胜将卫冕冠军广州恒大逼入绝境 德阳和费佐拉乌也是近些年来国安最默契 得分能力最强的风险组合 真正发挥出了1加1远大于2的威力 索里亚诺同样是融入球队比较好的典范 无论是代表国安的连续进球记录 还是上个赛季在足球阶杯赛场上屡历其功 为国安最终赢得足球阶杯冠军做出贡献 索里亚诺和国安队的契合程度 其实是要高于个人能力更强的巴坎布的 只不过索九的年龄更大 才在上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 如今在球队遭遇生病困难的前提下 缺少了比埃拉的玉林军需要一位能传能射 与球队风格特点合拍的球员火线驰援 才有可能保持对联赛领头羊的追赶 那么这个名字会是本耶德尔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刚才我们隶属了国安历史上 很多位的体系型的前锋 确实也有很多这样的球员在国安是获得了成功 有意思的是这些球员大部分啊 他们离开国安以后 反而到其他的这个中超球队 他没有那么适应 比如乔尔是个例子 乔尔在生发就很不成功 对 耶利奇 离开国安以后也很不成功 当然后来他在德国赛场又有一部分的成功 这个我们暂且不去讨论 常庆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首先还是整体吧 其实我们北京队其实整体一直就讲究什么呢 就是踢球你一定要在路子上 就是说你整体这种比赛 其实还是以传控为主的 就是我们北京队还是以整体为主的 像他们可能这是在这个中前场 或者在禁区里 像乔尔这种可能包抄能力比较强的 我们能够靠整体给他创造出来机会 让他可能完成最后一击 所以这样的话 他可能显着在我们整体体系里边 作用就非常大 如果他可能去到别的队 可能不是这么讲究的话 可能就是靠个人这种能力的话 他可能还不属于那种靠个人能力的那种前锋 那刚才的问题就先来请长青来回答了 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目前国安的情况 适合引进什么样的球员 什么位置的球员 我觉得还是这种个人能力比较强的 我觉得还是这种纯中锋的这种 就是说白了 可能我们要在禁区里 需要他去最后解决问题的 其实我们比埃拉在中场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放眼所有的中超 我们的中场是最强的 这个毫无疑问 就算比埃拉其实受伤了 包括朴城 包括西哲 包括李可 石中国 还有包括奥古斯托 就这些人所有错误的中场 我们在中超里其实也不差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信心 所以就是说我们能给他形成更好的这种面 就是说最后需要得分的这个前锋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是最需要的 就包括我们其实三连败这种比赛 其实看我们也有好的地方 所以就是只不过可能我们最后是运气问题 还是把握机会能力问题 可能最后我们输掉比赛了 或者遗憾的被淘汰了 但是就可能最需要的 就是现在有解决问题的这种前锋 那么问题来了 假设说按照两位的设想 说我们来一个前锋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个外员 我们怎么决定他们的名额 就是说因为你只能同时报四名外员 对 对吧 怎么来决定 按照你们的想法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牺牲比埃拉 报小金 然后奥古 新人 然后再加巴坎布 为什么说加一个前锋呢 如果他要是个中锋的话 有可能能去改变或解冻 这个巴坎布 因为现在看巴坎布打中锋 挺吃力的 他自己的信心好像也在下降 他不是个 对 他不是个中锋 如果你要是有个中锋 让他打二前锋 我倒觉得 有可能他会活了 激活他 他能重拾信心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变异之际 而且呢 我们随时调整 在我们要需要进攻 拿分的时候 上三个人 奥古 加两个前锋 如果差不多 看看我们需要守的时候 可以上小金 去守一下防线 同时保持这个人员配备呢 能够打一个下赛季的压冠 这个方案的实施条件呢 还有一个是有利的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下半年的联赛 可以不用考虑U23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有七个球员入选了U18 这其中有两个人 都是一线队的成员 对 那么这个是 就不用再考虑U23名额了 另外这个人选 我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 也要有一个定位 究竟我们新来的这个人 是临时过渡一下 下赛季还是要把主力交给比埃拉 还是说他是下赛季 我们也是未来的一个主力球员 因为从俱乐部的态度来说 既然续约了比埃拉和奥古 我们的传控 战术已经定调了 以后就这么打 那新来的这个队员 究竟他的能力 说是不是适合这套战术体系 能不能成为下赛季的主力 如果他要的能力强的话 那我觉得下赛季要淘汰掉巴坎布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我觉得不会说觉得 就是我可能需要找一个 可能踢半年的这种外援 他肯定是 就是我既然选择这个外援 肯定是一是他有非常好的履历 非常好的这种现在的这种好的竞技状态 就来了就能打 所以我觉得不会说这么考虑 只能说他可能通过这半年的表现 来决定他下一年 他会不会留在队里 是吧 就是也就是用半年的机会 给他展示了一种机会 但是我觉得可能 其实一直我们大家在说别了 其实在浪费机会 浪费机会 你说巴坎布 对 说错了 其实我们上半年 其实一直拿巴坎布 当第四外援在用 其实他有的时候 他主力跟替补之间这种轮转 其实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是吧 他们不能说很好的 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也许我们下半年 因为我们现在必定 现在跟第一名 现在落后四分 如果我们想守 我觉得没有意义 是守不出这四分 而且我们要想不出球 我觉得作为现在这支国安队来说 很容易 如果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想赢球 所以其实留着一个前锋 其实对于我来说 可能感觉效果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 现在我们落后四分 还有十场比赛 我们需要搏出去了 而且作为我们是主场队恒大 主场队上岗 而且主场队鲁能 就这些强队 我们都是主场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主场 尽量的去进球 尽量的去拿三分 才有可能重回我们七分榜的榜首 所以进攻 我觉得要比防守 在后四场比赛里边更加重要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 可能来一个外援的话 可能基本上 别拉的面肯定会大一点 因为他可能 不能下半年不能比赛 如果要是换两个外援的 我感觉 可能也许要是我的话 我建议可能会不会 选择放弃一个后卫 因为必定 我们得打出去 我们需要搏了 对 我们得进球 从战略上 而且我们现在看 如果我们搏 也不是说瞎搏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 如果要是说 现在前三名几乎能保证 也就是说 最次可能也会保证一个 亚冠的资格 就是附加赛的资格 所以我们现在搏 是为了我们要的冠军去搏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为了 今年我们的既定目标去搏 我们还得在这个影员上 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 就是说这个球员 或者说这几个球员来了以后 我们下个赛季的阵容 会娶谁舍谁 这也应该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所以关于要来的人 他的位置 他的特点 他的年龄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12天的时间 这太紧张了 好了 这个我们还是稍安勿躁 大家给一点信心 和这个等待 耐心 让我们再等个四十来个小时 我觉得最多也就是四十来个小时 喝点凉茶 吃点西纹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得关心一下我们的对手了 河北华夏幸福 本周五将会做客到工人体育场 而与过往不同的是 现在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谢峰 谢指导 中超第二十轮 河北华夏幸福三比零 在主场战胜重庆思维 赛后主队认为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而客队则认为 这一结果是场意外 在首发名单中 刚刚转会河北华夏幸福的 小摩托菲尔南多名列其中 从前重庆镇中同向行驶的 大小摩托 如今要相向行驶了 原本以为大小摩托的对决 会成为本场焦点 但没想到 卡尔德克的意外受伤下场 才是成为决定 整场比赛走势的关键 比赛开始 双方互有攻防 河北华夏本场守门员位置 池文一重获首发 而重庆思维 即便失去了小摩托 在进攻端 仍然有卡尔德克 和费尔南迪尿两名强员 所以在比赛的第14分钟 河北华夏幸福便先行作为 铲除一个 当时卡尔德克带球向前推进 被潘喜明铲倒 卡尔德克倒地后明显很痛苦 随后他被担架 直接抬上救护车前往医院 当时主裁对于此球 没有任何判法 从慢镜头来看 潘喜明的确幸运地碰到了皮球 然而比赛也从这一刻开始变得不再有悬念 第36分钟 刘乐面对马尔考不直接解围 而是想护球给门将伊尔截提 结果球没解围到 反被马尔考打空门得手 到了下半场 重庆思维面对华夏幸福的围攻时 心态有了巨大变化 第50分钟 袁敏成和杨帅配合失误 给了董学生直接射门的机会 他一脚怒射 虽然球被伊尔截提扑出 但马尔考轻松补射得手 经过8分钟 重庆思维的城池再次被攻陷 王秋明进区内轻松转身打门 比分变为3比0 从整场比赛情况来看 面对救主的小摩托 并没有太抢眼的表现 其实赛前 思维主帅克鲁伊夫 便有专门针对袁爱将的部署 这大概也是思维本场 唯一的亮点了 如果说卡尔德克的下场 导致重庆思维反击乏力的话 那么两次致命的失误 才是真正导致重庆退败的原因 昨天重庆思维官方发布 卡尔德克确诊为 右侧肩锁关节脱位 肩锁韧带撕裂 需要数周时间康复治疗 球队先后有菲尔南多和彭辛利 两大主力离队 如今再加上前场定海神针 卡尔德克突然受伤 接下来要看主帅克鲁伊夫 如何来面对这般境地 而对于河北华夏幸福来说 从最近三场联赛 一胜一平一副的战绩来看 球队已经开始慢慢复苏 我还真是后来就没有在追踪 这个卡尔德克的伤情 我肩锁脱位 肩锁关节的韧带还撕裂 这样也是一个四到六周的一个伤情 应该不止 是吗 应该 我觉得比埃拉这个受伤 应该是时间要长 那你再加上小摩托 转会走了 彭辛利也走了 也走了 但是他新进了一个巴西的 那个年轻的前锋 他大摩托 然后还有一个阿德里安 不是阿德里安 他中场还有一个 那这样的话 三个外援还能凑齐 重庆这赛季 其实现在这成绩 已经超乎他们的预期了 只不过可能少了卡尔德克 这进攻体系应该是挺难受的 对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锋支脸 咱们别替他操心了 先说说华夏吧 长天你觉得 现在这只华夏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复苏期了 应该说 其实这一场对重庆来 他们对重庆三分零这场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关键 之前的两个主场 其实非常遗憾 都是好像90分钟以后 最后被绝平 被绝平的 所以非常遗憾 能够这场三分零胜利以后 其实华夏可以松一口气 所以我觉得 现在可能压力 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压力应该是会好一些 而且现在华夏的阵容 经过下窗以后 出现了不少的变化 我们通过阵容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现在华夏幸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华夏幸福 和我们赛季第一回合 就是在廊坊打那场比赛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位置的变化 那在守末园位置上 国安转回过去的守末园 池文一 现在已经成为了主力 而在左后卫的位置上 而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呢 江文俊是球队的主力 张成栋 还是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 而潘喜明和任杭两个人 来搭档成为了中后卫 这是潘喜明刚刚来到 刚从天津 刚从天津来到 河北华夏幸福 这样呢 王秋明和马斯切拉诺 组成了一个双后腰 在边前卫的位置上 江志鹏松边后卫 前提到了边前卫 那么在右前卫的位置上呢 小毛的菲尔南德当然不让 而在封线 他们有两个高大的 具有冲击力的前锋 一个是已经从伤病当中 恢复的马尔康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国产前锋董学生 朱文明觉得这套阵容 怎么来分析 他呢 首先华夏针对不同的对手 他是四后卫和五后卫切换 他有的时候 也可能和中和国安打 会打五后卫 然后这个都督和江志鹏 打两个边一位 他的进攻真正发起点 是马斯切拉诺 他拿球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突然的一个 直贼或中场传 打后卫的身后 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 限制一下他中场的传球 你别看 巴萨他是一个防守型中场 他到了中超 他的进攻技能 其实是已经很突出了 然后菲尔南德去了之后 他好像游离于整体 他还是有时候要单干更多一些 最可惜的是拉维奇 拉维奇从受伤回来以后 现在基本上不能系统的打比赛 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上场 我觉得中前场完全不一样 董学生这个高点 咱们可能要注意 他有时候投球 做球能力和攻门能力 是比较直接的 马尔康是赛季出加盟的时候 他有伤 有伤 错过了全队的集训 其实他的能力状态 我甚至不如卡埃比 但是卡埃比因为已经放弃注册了 转了 所以我觉得限制华夏的反击 他一个是边 都都和费尔南德那边 是可能给我们的左后卫 要施加很大的压力 然后江志鹏一般不会下地 就像长径说的 他可能提前45度 他就传中了 找中路的董学生和马尔康 这两个人的身高都有 所以对于我们的防空 可能也要做一个更高的要求 看看小金如果打不了的话 大宝能回来 不知道能不能把咱们的防空 就要做好 因为华夏的 有时候打空中的还是多一些 华夏出现了这么多变化 那么国安这边 反而也是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变化 那么就对比双方本赛季上半段 在狼房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也是我跟长青 去到客场现场解说的 对比起来 双方都有很多的变化 很显然 我们的实力是因为伤病削弱了 而华夏是因为补强了阵容之后 他们是比那时候更强了 再加上我们想一想 在狼房那场比赛 我们最后极为艰难的 如履薄冰的赢了个一比零 对吧 然后那么长青怎么来分析目前的形势 我觉得现在其实最主要的 不是在技术层面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心态心理 其实上半年我们对客场 对华夏的时候 其实那场球虽然我们1-0全取三分了 但是我感觉可能稍稍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如果对手可能把握机会更好一点 我们可能也许是个平 或者也许会输球 但是我觉得这既然已经过来了以后 虽然华夏跟上半年比稍微有些补强 但是作为我们主场来说 而且是我们想争贯的一支球队来说 主场这个三分要有必胜的那种信念 所以就是需要大家有这种信心 然后从这种连败当中这种阴影走出来 所以这场球对于我们整个球队 整个下半年这种走势都是非常至关重要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这种球员们的心态 要有这种必胜的信念 进攻 关键要得分 咱们最近三场比赛就进了一个球 然后长场比赛连续五场都有失球 最近能看出来 从比埃拉之后咱们的运动 而且那一个球还是脚球得分 运动战得分的能力退化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还是说抓紧在这一周内 把我们的进攻信心给找回来 而且是时候一定要驳出来了 对 要有驳杀的这种勇气 捍卫自己的主场 因为咱们主场成绩打的是相当不错 那客场呢 我觉得现在不要去想了 先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这样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所谓的安慰 言辞不如你的一场三分 胜利来得更直接 我还是那句话 就以现在的能派出的人员班底 我们也还没有退化到说 运动战都进不了球的地面 也有赢钱 赢球的本钱和资本 对 绝对有 所以远没有到丧失信心的时候 况且在打华夏的时候 转回窗口已经关闭了 那时候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变化了 对 是吧 有可能吃了定心碗 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对吧 对啊 该下树也下树了 是个奥特曼 是吧 大家是奥特曼 那么这个说点别的吧 说点别的 说点别的 对 那个刚才咱们在前面提到了谁 金心玉是吧 对 金心玉是这一轮的一个焦点人物 帽子戏法 确实这个极差极用 中超历史上 可以说在极差极用方面 可以排名前两位的球员 我们来看看 深花5比3大胜福利的比赛 上周六晚 上海绿地深花在自己的主场迎战前来挑战的广州福利 并以5比3逆转对手取胜 本场比赛 尽管福利的扎哈维用一粒完美的任意球破门迎来梦幻开局 但糟糕的防守能力根本无法抵挡深花队的攻势 深花封线的曹莫金新组合同时发威 本场的武力进球全部与这三人有关 上半场在深花落后一球的情况下 队长莫雷诺又一次挺身而出 连入两球将比分反超 半场结束前 福利再次将比分扳平 双方2比2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 深花心源金信玉发威 第58分钟 曹云定开出脚球 埋伏在点球点的金信玉绕开防守队员 高高跃起甩投攻门 仅过两分钟 又是曹莫金组合的完美配合 曹云定左侧挑船 莫雷诺底线就球后 金信玉跟上推射破门 深花4比2领先 第76分钟 1米97的金信玉更是发挥出身高优势 在两名富利球员包夹的情况下 他甚至都没有起跳 只是一垫脚投球一顶 皮球直挂球门远角 5比2深花继续扩大比分 虽然在商亭补时阶段 富利又攻入一球 却也于事无补 比分最终定格在5比3 金信玉完成了加盟后的首个冒子戏法 未加一次助攻的数据 虽然他不是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但也无法阻止他收下深花球迷们的膝盖 本赛季前半段几乎行走在降级区的上海深花 在夏季窗口开放后的影员可谓解除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起初深花影员的投好目标一定不会是金信玉 新帅崔康熙之所以想要引进自己的爱将 就是深知他的能力 而金信玉也没有辜负崔康熙的信任 韩国人登陆中超仅四场比赛 便贡献了六个进球 外加两次助攻 独造八球的表现 帮助球队在联赛获得了三胜一负的成绩 1米97的金信玉不止显露了他的投球本领 他还拥有着多样的进球方式 而且速度也很快 亚洲一部的称号可不是浪德虚名 总的来说就是物美价廉 极差极用 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性 帮助球队彻底摆脱降级泥潭 深花这钱花的不要太值哦 其实金信玉呢 在如今这个大盘林立的中超赛场 应该不算特别抢眼的一名外援 当然他这场比赛的这个帽子戏法 确实成为了这轮中超最耀眼的一颗星 尤其在赛后 他的一番话更是打动了许多人 我们不妨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啊 来看一看 那金信玉呢 在赛后采访当中是这么说的 他说 因为我不像 不是像贝尔或者保利尼奥那样的 超级大盘外援 所以对队友们感到很抱歉 我本该表现得更好 但是我还没有做到 为了不让我的队友羡慕其他的球队 我会倾尽全力 哎呀 我反正听了之后 我是觉得很少听到说有球员 或者说什么人在工作当中会说 我为了不让我的同伴失望而倾尽全力 更多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说表述 可能会在父母对孩子的这种话语当中会听到说 为了不让我的孩子羡慕别人 我可能需要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或者怎么样 你平时不看韩剧吧 韩剧都这么表达 我真的不看韩剧 这就属于低调是更高层次的炫耀了 是吗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好能诠释这句话 就他所说的 你看他说的比较低调 其实 其实他的意思是 我是为了让我的队友能够可以特别骄傲 是吧 在赛场上 或者说我能成为大腿 其实他肯定看到了 韩国媒体已经把他这帽子戏法之后 已经吹上天了 各种的溢美之词 但本身人家毕竟有这份成绩单在那 所以他有理由 我觉得无论是炫耀也好 骄傲也好 人家有这资本 更主要的是人家投奔恩师 恩师手里拿着他的说明书 怎么使 所以既插既用 再加上K联赛过来 大家的身体状态 正是在一种比赛节奏当中 最主要就是身花本身也是强调编路 有曹云定 包括沙拉维这样的编路好手 一传中中间找高点 他的能力没问题 在亚冠里面进过国安 两回合都得过分 进过上岗 打弱队强队 他都有这得分能力 他是在卫山 现在就进过国安的球 然后到全北 全北现在还进过安的球 他是因为跟国安踢完比赛以后 现在成了球性了 他踢国安之前 其实他是一个替补到中后卫 他在卫山是中卫 他是一个替补到中后卫 那天是因为打二没前锋了 突然把他推上去了 结果效果起好 就是因为他主要点 看完了国安的比赛以后 觉得国安的防守 怕这种高冲 所以把他就放在了中锋的位置 还是李章珠在队吧 那次 对 自从这场比赛以后 然后就是一直在卫山 现在就已经踢到中锋的位置 后来转回到全北 后来进了国家队 对 国安成就了 对 改变了他的人生 对对对 算是他的一个恩人 对吧 没有投奋国安 然后去了上海 说到生花呢 我觉得 其实他花费 至少在金星玉身上 应该不是很高 不到500 所以在下窗 生花的这个转变 是非常巨大的 加上总经理周军的会归 那常庆 曾经在生花有过效力 你怎么评价 生花在这个下窗一系列的操作 我觉得首先 其实周总回去以后 其实对这支球队帮助 应该非常大的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对这支球队 整个比较熟悉 而且再加上 其实崔刚熙 虽然对于生花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角连 但是对于周总来说 他一点都不陌生 在大连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共识 我相信可能 我觉得整个 其实他下半年 其实现在总结来说 应该是成功的 他不是因为一个点两个点 我觉得他整体的这个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对 我相信呢 接下来的这个生花 应该至少不会像上半年那样 让上海球迷这么失望 但生花在这个下窗 操作的这个成功经验 我觉得其实 是可以有借鉴意义的 当然他们面对的情况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必须得调整 还是大动作的调整 来扭转腿 是要保急 我们是突然面临了一个困难 这个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昨天晚上 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 那广州恒大 在主场面对北京人和的 这场比赛 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 广州恒大淘宝在主场迎战 联赛副班长北京人和 比赛一开始 广州恒大淘宝取得梦幻开局 维士豪在比赛的第一分钟 接杨丽宇船中 投球破门 第43分钟 恒大在人和禁区前 经过一系列的配合 保利尼奥门前冷静推设 扩大了领先优势 一边在站 下半场 保利尼奥在第48分钟 门前低射 没开二度 经过90分钟的较量 广州恒大淘宝3比0 战胜了北京人和 球队唱级度 豪取11连胜 23轮已经赛程确定 要提前进行 我说的第23轮 就是8月11号 要进行的那轮的比赛 国安是要面对的 就是恒大 也就是说 我们打完21轮 主场队人和的 对对华夏的比赛之后 马上就是要打恒大 然后再替第22轮 对大连 至于为什么这么倒腾 咱就先不去讨论它了 总而言之 我们很快就要面对恒大了 恒大下一轮要打山东 两位觉得这轮比赛怎么 这我也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对华夏 我们要拿三分 这样的话 其实你要说 鲁能 主场打恒大 恒大不丢分 我觉得也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两个队在足鞋杯里有个交手 山东 亚冠里有个交手 对对对对 亚冠 对对亚冠 然后呢 其实鲁能打山东 就是鲁能打恒大的时候 他有一点优势就是高空球 对 都知道恒大怕高空球 而恒恒是鲁能把这一个特点发挥到极致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山东是有拿分的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 这就是机会 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得把握住 所以 恒大的现在的士气是正在一个高点 另外一个 他现在的前场 两个小孩 韦士豪杨立渝发挥的也不错 塔利斯卡的回归 也就是说 他的进攻端实际上有保证的 那更多的 我觉得我们继续希望的 就是他在防守端 可能会有失误 因为布朗宁毕竟已经被取消注册了 那后防其实是有隐患的 那对于可能很多球队来说 我觉得你怎么去研究抓住恒大的短板 包括我们可能在主场打恒大的时候 怎么去抓对手的防线的漏洞 这点上我觉得 其实值得去好好地去琢磨研究一下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 已经开始在找11号的那场比赛的球场 对 我已经有点记不清楚 我已经接受过多少这样的要求 长庆对于11号那场比赛 你现在的判断会是什么 我觉得能够赢 因为我觉得越是最低谷的时候 越是我们需要这种重磅反弹的时候 而且我想说 其实看似现在我们落后4分 而且恒大现在已经来11连胜 这个好像似乎天平有所倾斜 但是我想说如果只要我们做好了 其实主动拳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所以真的不要失去这种信心 而且一场一场研究 一场一场去打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先做好 滑下这场比赛 因为必定我觉得恒大今年客场 其实虽然淘汰了山东 但是山东还是从比分上赢了恒大 其实从心理上 我觉得山东还是占据一些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其实还是一场一场地去打 对于任何人 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个道理 不是因为有希望 我们才去坚持 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 才有希望 现在就是大家路里同心 一起去坚持的时刻 好 那么我们还得再关注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是也和我们未来几轮的对手有关 因为我们打完恒大 要打谁呢 就是打大连一方 对 这个大连一方 跟上半年也完全不一样了 大连一方这一轮在主场 1比0赢了山东鲁能 上周的足鞋杯 山东鲁能刚刚经历了 同北京国安的家世敖战 不过上周客战大连一方 李肖鹏只对首发进行了三处轮换 第三分钟 大连一方率先发难 王阿腾在大禁区线上 顶出一记强力投球 惊出了王大雷一身冷汗 当然要说高空球 山东鲁能更加擅长 第18分钟 佩莱也展现出自己的统治力 迫使张冲完成了一次精彩铺就 时间来到第20分钟 还是大连一方先拔头筹 卡拉斯科与伯阿腾的定位球配合 避开了鲁能的防空体系 将场上比分改写为了1比0 上半场的余下时间里 山东鲁能攻势剑起 而一方则为守住领先 付出了很多努力 五后卫的密集防守 外加凶狠的拦截 一次次让鲁能无攻而返 一边在战 鲁能继续猛攻 并在最后20分钟连续获得 颁平比分的机会 不过费莱尼的进球 被认定为冲撞门将 此后比利诗人助攻刘洋 破门得手 也因为约为在先 进球无效 第84分钟 山东鲁能再次密得良机 但费莱尼的投球 还是没能击败 状态神勇的张冲 最终 大连一方顽强地将优势 保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 完成了对鲁能的赛季双杀 贝尼特斯上任之后 大连一方已经在中超 取得了三胜一平一负的战绩 在积分榜上 也暂时上升到了第六的位置 贝尼特斯果然妙手回春 当然这跟一方 在转回市场上的操作 也是有一些的关系 那我想问朱一铭 你认为贝尼特斯 给大连一方带来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首先战术上先激活了 这个伯阿腾 大家一直在说 他不如隆东 但实际上 不如这个谁 大葵 木屑葵 但是事实证明 他给了他前场的 更多的信任 给了他上场时间 这一段也是一直用进球 来回报了教练 另外一个 把哈姆希克 从防守的中场的位置 后腰的位置 提到了前腰 让他更多的 去发挥组织进攻的任务 后防线 我觉得知人善用 自从他中卫 没再用李建宾和杨善平 后防线的丢球数 明显减少 这个我觉得 估计可能是有了一些中方教练做的介绍 他现在也是面对不同的对手 选有时候五后卫 有时候四后卫 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 我该加强进攻 我什么时候该收回来 这点上说 我觉得他进入中超的角色 真的是挺快的 他适应起来真的是很快 另外隆东来了以后 可能他以后会作为正派中锋 然后伯阿腾能做一个二前锋 他的锋线还有更多的人员组合 更衣室内的问题也解决了 就是你卡拉斯科 你再大牌 你也不能质疑贝尼特斯 对 哈姆西克 这也是恩师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捋顺之后 你成绩现在就是水到渠成 而且不仅现在没有保际压力 可能足球杯还会有想法 已经晋级四强了 对呀 我想接下来大连一方 恐怕很有可能把重点的 放到足球杯的这个比赛当中 而且他们真的不是没有机会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贝尼特斯的到来 确实让大连一方 有了很多很多的新的 更合理的战术的选择和变化 我觉得这跟他之前的几年 一直直叫纽卡斯尔 过过苦日子有关系 虽然现在他的外援阵容非常豪华 但你不得不说 大连一方的本土球员的实力 还是比较有限 这个可能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完全提高的 那么 但是现在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是否已经跟他球队的 整个这个身价相匹配了呢 长青你说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看主要链 这个用人的特点 其实最主要 他就能把各个队员 最好的那种状态 能够用出来 像哈姆齐克 其实我们不用证明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 但是他的特点 可能现在是这种中间场的组织 所以你给他搁到后腰的位置 可能他也别扭 其实全队也非常别扭 他能给你放到前腰 就说明他更了解他这种特点 而且他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 他还有变化 对 我觉得这是阅读比赛能力 其实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说 对于现在足球来说 是非常重要 抓防守一直是他的特长 虽然说现在可能 球队最大的短板就在后卫线 这个没办法 你一个赛季没法去补足 但是他把后卫线 现在尽可能的去抓一抓 整体防守 前面进攻交给几个有天赋的外援 去解决问题 现在就是用这种策略 还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对 足球队的半决赛 山东是打上岗 对 他主场对申花一方 对 一方是主场对申花 也是一回合的比赛 对 申花会对足球队也有想法吗 应该有吧 现在还警报 没完全解除 其实他这场 其实申花能够晋级 其实也稍微有些偶然 其实他也是 所有主力 除了曹林领以外 都已经回到上海了 当时是客场打天津 也是非常意外 3比0 3比1 拿下了 但是不知道 因为到那个时候 足球队的半决赛的时候 不知道申花的 他这个积分 因为如果要是 没有保际压力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拼一下 有一拼 如果要有保际压力的话 肯定是重心 还是先放到这个联赛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在20轮联赛结束以后 积分榜上的情况 那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 这个广州恒大 现在已经继续占据榜首 而按照这个中超的官方 给出的积分榜 虽然北京中和国安 和上海上岗同击48分 但是按照官方积分榜上显示 上岗是排在第二 国安是排在第三 但这无所谓了 只要积分 是这样的 就还可以 我想四分的积分 不是什么天欠鸿沟 对 这个做好自己 完全可以填平 那山东鲁能 还是排在第四位 34分的积分 然后呢 5到8位分别是 江苏苏宁 重庆斯威 武汉卓尔和大连一方 一方已经27分了 卓尔这轮 逼平上岗也没想到 那也是一个冷门的比赛 那河南建业呢 是排在第九位 而广州复利排在第十位 天津泰达是第十一 第十二是上海绿地生花 上海生花是 21分 21分将近是有7分 也许足决杯能有想法 对 那么河北华幸福是20分 这是我们下一轮的对手 其实宝级的压力 也不是说特别大 是吧 天海这轮赢球啊 一下 把深圳给拉下去 深圳卡罗还下课了 多拿多尼要接手深圳的主教练 深圳现在在降级区里边 那现在就是说南越地区 基本上被意大利教练接管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北京人和 排在最后一位 这是积分榜的情况 你说人和现在这个形势 是不是就真的比较危险了 这个真是巧妇难为啊 我觉得现在这下一场比赛又困难了 他的这个张春龙左后卫又伤了 打恒大这场 饶尾辉赛季报销了 下一场你的左后卫打不了 然后万后两好像又是停赛 所以他下一场的后卫线又凑不齐人了 虽然说这场比赛打恒大 外援全都得到了一个轮换休息 但是你后卫线没人 你前面光有外援恐怕也很难 然后两个好像停完了 这一轮好像中卫应该还有一个人停赛 然后奥古斯托 马西卡都是刚刚商誉 状态也找不到 所以对于加西亚来说 他发现等他回来以后 这个队尽管可能都不到一年 但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 对 还有十轮比赛 人和想要保级的话 可能最起码还得再拿二十分左右吧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的 行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轮的五家球 这边就是这边既然地下螢是一轮辑的 三轮比赛 超级情形的一轮辑 第一轮辑 我一看 也就讲这边 我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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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